嗨 大家好 我是沛莉 今天這支影片跟以往的彩妝教學影片 或者是愛用品分享推薦的開箱影片有點不同 今天就真的是跟你們純聊天的談話系影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溝通觀念想法 是一件更重要的事 希望大家都能夠很聰明有判斷能力 然後有很多事情我們可以一起聊一聊 或許能激發出更多更多不同的想法對不對啊 好啦 所以這就是我平常會喜歡叫你們留言給我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你們的留言我大部分都有看 然後甚至也有很多可愛的網友會寫email給我 然後告訴我說 沛莉 我的膚質狀況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可不可以推薦某些保養品給我呢 或者是我看了某個人推薦的某某東西好像真的很好用欸 沛莉 你有沒有用過啊 我該不該買呢 首先真的很謝謝你們這麼相信我 我當朋友一樣想聽我的意見 希望我推薦商品給你們 但是 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欸 就是做功課是一件好事 我們上網搜尋哪個東西好用 這是一件很棒的行為 做完功課之後貨比三家你再去買 這非常好啊 可是因為每個人的膚質狀況使用習慣不同 所以適合我的東西也不見得適合你 你真的還是要自己試用過比較準 而且網路上做到的功課 它是真的是好用的真經分享嗎 還是其實它是網路寶告頁面文呢 嗯 GK就是要跟你們聊 網路寶告頁配文這件事情 不管是從一般的消費者如何去判斷 這個是不是頁配文啊 或者是從一個創作者 就是很多人也想要當部落客 想要拍YouTube的影片 那我會告訴你們說 該怎麼去做是最好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如何去篩選這些商品啊 那拍影片的時候 該注意哪些頁配文的行為呢 就是今天會跟你們聊的囉 那我們先抽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啊 你沒有想過 為什麼這一兩年來 好像是不管是吃喝玩樂 生活作息的所有東西 都到處衝刺著葉配文廣告呢 以前難道沒有嗎 其實如果是早一點點 就有在關注佩麗的 應該會知道 我之前是廣告演員 演出過上百次的電視廣告 然後甚至也參與過一些 雜誌的拍攝 戲劇的演出 外景節目的主持 其實我能告訴你們的是 就算我今天是外景旅遊節目 告訴你說 這個餐廳好好吃喔 我這個 這家飯店真的好棒好美喔 這些都有可能是廠商 請節目單位 做的一個置入性的廣告行為 然後舉例來說 就像是一些 女人我最大的美妝保養的一些節目 然後我們會上節目 就告訴你們說 欸 夏日保養必備 夏日保養品有哪些 這些都是該買的喔 或者是韓國最新流行的 彩妝保養品有哪些 我們在介紹的這些商品 都有可能是廠商置入 我們只是按照腳本上面的介紹台詞 在推薦介紹給你們的 意思就是說 其實從以前開始 廣告就已經到處都是了 不是我們在等電視節目播出的 那個中間的電視廣告才是廣告 我們在看的節目內容本身 甚至是偶像劇本身裡面 主角拍拍的七點粉餅 這些都是廣告 連新聞都可以置入廣告 那 對 這就是重點 其實我們以前 就已經活在一個到處都是廣告的世界中 只是 在於電視播出的尺度的關係 我們今天在節目上 可能會把品牌名稱遮住 我們會去講到它療效的部分 會告訴你 欸 它用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欸 我覺得這個真的還蠻好用的 就是講的比較保守內斂一點點 但是因為 現在的收視率真的很不好啊 沒有人在看電視吧 現在年輕人一天到晚都在 晃網路啊 在網路上面 那 我今天我是廠商 我推出了一個真的很棒 很棒的產品 例如像這個杯杯 很可愛的兔充杯 對不對 我覺得應該很多女生會喜歡 我要怎麼樣讓你們知道 我推出這個杯杯呢 那當然就是要 找人去分享囉 我有很多電視台高層的朋友 甚至是廣告公司的老闆都覺得說 現在的 通過傳統的廣告 真的是 效果很不好 甚至是 你在一個網站的側邊廣告 跳出來給你的廣告 大家會做的事是什麼 打叉叉 YouTube的前五秒廣告 五四三二 耶 略過 誰要看廣告啊 大家就不想看廣告 大家的心態就是不想看廣告 那廠商要怎麼樣讓他的商品 能夠順利的推銷出去呢 就是 想盡辦法的透過藝人 網紅 部落客 去介紹給你們囉 就只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一個出發點而已 所以就會變成說 現在到處都是廣告 那網路上的業配廣告 就沒有人可以管了嗎 其實 如果你要說 某人接受了某個業配文 這是一個不對的行為的話 但是我們就要去想想 如果我今天到了家餐廳吃飯 老闆說 打卡送一杯飲料 耶 打卡 那我也是拿了商家的利益 在幫他宣傳 這也是業配的行為 那其實大家都在做業配的行為 該說的是 而且台灣的法律 對於公眾人物 他的所有公開言論 他的廣告行為 都是可被預期的 所以一個公眾人物 他今天要做一個業配推廣 他不需要告訴你們 這是廣告 這些都是合法的 然後律師也都有說過 所以我們不能要求一個明星藝人去說 你的業配文都要標明 但其實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怎麼做 只是 我真的覺得很多部落客 或者是明星藝人 願意告訴你 這是業配文 這是廣告 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我覺得 給他個讚 好了 不然的話 如果這些人沒有承認 我們一般的消費者 真的不能知道 這是業配文廣告 也許你會覺得說 只要說好話 就是業配文廣告 錯了 我跟你講 如果你還記得 幾年前 三星請寫手 在網路上罵HTC 的這些事情的話 你就會知道 業配文不只是 我跟你說這個很好用 這個才叫業配文 也有可能是 我跟你說這個不好用 這個是競爭對手請來的業配文 所以 我也還蠻擔心的 因為現在有很多 很多人 很多藝人 部落客 他們想要博取觀眾的信任 開始做一個反向操作 然後就會派出很多 雷文 我跟你講這個不好用 不要買 這種的 宣傳方式 讓你覺得說 哇 你是說真話的人 你好真心誠意喔 哇 你省了我的荷包 你以後說什麼我都相信你 這樣子去博取信任感 其實這是一件 我還蠻擔憂的事情 因為 我們真的真的 不要這麼隨心 就相信別人 就算他今天跟你說 這個不好用 這有可能是另外一家 廠商請的業配文 他告訴你說他的壞話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而已 真的真的 不要隨便亂相信別人 就算是說不好用的 那我們就聽聽就好了嘛 有時候對於網路上的任何 宣傳的東西 我們就當作是節目看看就好啦 要不要買呢 自己去衡量試用過之後 再去買就好啦 平時除了我們買東西 要試用之外呢 如果今天是身為一個創作者 你要分享業配的商品的話呢 你更是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功課 不只是試用而已 因為你要知道 廠商可能隨時會有 不合理的要求 這也是很多人常問我的問題 就是有沒有遇過一些奇怪的廠商 難搞的廠商 我跟你們說是真的很多很多 因為廠商比較難理解說就是 拍影片是一件很真實的這件事情 他們會習慣傳統的廣告 可能可以用14天保證見效 或者哇 刷完就像真的接了假睫毛一樣的 這些誇張的形容詞 但是商品試用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那個效果是大打折扣的 就像我接過真的就是睫毛膏的廠商 然後她覺得刷完的效果 不像她想像中的那樣 她說刷完應該要像戴假睫毛一樣 那佩莉莉可不可以戴假睫毛啊 先生小姐 拍影片耶 我刷完之後 戴假睫毛 這非常的假 你當觀眾是白痴嗎 而且這樣怎麼剪接啊 這是一個非常不合理的要求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像我們平常半開雜誌 或者是你看電視廣告 睫毛膏的所有廣告 大家全部都是戴假睫毛 真的是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造就了 廠商她覺得說 穿完睫毛膏的效果要是這樣 我就回她說 請你自己試用看看 就是打不到那種效果啊 太誇張了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 接收到了這個商品之外 你要去上網去國內外的各大美容保養論壇 去搜尋關於她的評價 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有時候我們現在台灣接收到的是新品 你可能找不到評價 但是國外找得到 所以你可以去國外的論壇看看 關於她的評價 如果是評價OK的 那我們可以考慮看看 第二點你要做的事情是 跟廠商有書面通知喔 一定要有email的文字存檔喔 你不可以只是口頭跟她電話講 這樣子沒有用 你一定要用書面通知告訴她說 我今天我願意試用這個商品 試用了之後 我覺得效果跟我想像中一樣預期的好 我願意分享才代表我承接了這個案子 並不是說你商品寄給我 我就一定要分享 這個事情非常重要 像我也曾經接過很多的商品 是我覺得試用完之後 效果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沒有這麼好用 我就會選擇直接把商品寄回給廠商 就是我寧願不要介紹它 我不要賺你這個錢 我也不想要說 不是我想說的話 不是做我不想要做的分享 因為你今天就是在拍影片 今天就是在寫文章 影片文章這些東西 一旦是你說過的話 寫過的文字 它都直接變成一個證據了 所有的大家都看見了 那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 品牌形象更重要 我今天是一個佩麗 我今天所說過的話 都是非常重要的 絕對不能做任何詐欺欺騙啊 之類的行為 作假 這被發現也是很丟臉的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 一件事情 你不可以因為廠商凹你之類的 你就妥協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要在 你確認合作之前 都講清楚 然後一般的影片的話呢 我通常也會 不給修改 我會跟廠商說 除了商品名稱 字幕打錯之外 就商品的名字上錯之外 其他我講的話 我拍的內容 都不可以修改 這個部分呢 是確保 這支影片 所要傳達的 真的是我們想要說的話 而不是廠商 硬是塞給我的 十四天保證介紹 哇你看 樣子真的變得好白喔 就是不要做這些 讓自己可能會 心虛的事情 我覺得這樣子 你才會更有動力 持續分享跟創作 你才會真的是樂在其中 你覺得你的分享 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不然的話 賺這一點小錢 可是損失的是 你自己的良心 然後你的信用 這其實真的非常不好的 然後 如果說像是 很多廠商 就畢竟還是會有很多 很商業的要求 因為畢竟就是一個廣告嘛 他希望就是有 非常驚人的一個效果在 那怎麼辦呢 我會做的事情就是 回覆廠商說 請你請拍攝團隊 我去當演員就好了 然後這一支影片 不要放在我的頻道上面 就是你的商業廣告 你就放在你品牌官方的 宣傳頻道去 這樣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廣告 閉著眼睛都知道 它是廣告 不要出現在我這裡 這種東西我就不接受 商品製作性 因為它就是一個廣告 除非是 我們承接了一個廣告的案子 那 其實大家一看就是 廣告沒有任何的假裝置入的感覺 這種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 一看就是廣告的拍攝手法 這樣子是可以的 不然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去演出就好了 這樣子非常的省事 你還不用剪接 不用跟廠商溝通後續的事情 你只要出人去演出 演了一支廣告 當個演員這樣子的身份 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 創作者可以去思考的一些事情 還有一般人會問的說是 那試用期需要多長呢 這是還蠻重要的 如果說像是 彩妝品 就是立即見效的 可能像是 眼影顯不顯色啊 睫毛膏刷了會不會翹啊 然後唇膏的質地如何 你可能只要拿到商品 就可以知道了 或者是你直接到買貨公司 專櫃去 試用就覺得 喔 因為它的底妝效果是這樣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 那你就可以直接 馬上快速的回復廠商 這個商品你接不接受 但是如果是保養品的話 絕對要小心 因為保養品是更直接接觸在我們的肌膚上 我們每天都還要繼續拍片工作演出 如果我們今天的臉 因為擦了某個保養品的過敏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接下來的所有工作 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可是呢 你還是要一直試用新產品 我們要如何保護自己呢 首先我建議大家就是 保養品類的商品 你一定要跟廠商說 你的試用期可能需要 一個星期兩個星期左右 你再決定說 我要不要接受這個商業妖稿 第一件是 拿到保養品 我們不要塗在臉上 我們一定要把它試在 就是手臂內側 其他的部位的肌膚 有時候我也會試在肚子上 然後 確認說 沒有任何的過敏反應 然後效果也還不錯 我們再把它擦在臉上 擦在臉上的時候呢 你也不要跟家裡 其他的保養品一起混在用 混在一起用的話 可能成分上也許會有衝突 然後 不見得是它造成的過敏反應 可能就是 反正就會有其他的問題 所以 你一定要單一測試 那一個保養品 那個保養品是 沒有讓你的肌膚過敏 然後 可能用了一陣子 覺得效果還不錯 我們再確定 要不要接這個保養品 這其實也是對自己的一個保障 我們一定要隨時還是保護我們的肌膚 好好的 漂漂亮亮的 然後呢也是對這個商品的負責任 就是你一次只要試用一種就好了 你不能什麼都塗在臉上 然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一個保養品的效果好不好 這樣也是一件非常不OK的事情 然後這個就是需要去注意的 然後呢 我也不希望大家就是看到 我今天推薦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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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買 因為 這樣其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也很感謝 其實在我 一開始當部落客的時候 就有一些年輕小妹妹 他們會拍照片給我 告訴我說 佩莉姐姐 你最近推薦的東西我全部都買了 好好用喔 你推薦的東西我全部都買了 不只一個人 好幾個人 我那時候就嚇到 我覺得說 原來 我在做的一些事情 是默默的這麼有影響力 然後這就更警惕了我 我覺得我真的是要好好的為商品做把關 好的東西我才會推薦給你們 也有一個 有一件事情是讓我最感動的是 我之前分享一個台北教會的活動 結果 有一個網友他住在台東 他看到了我分享的這件事情 然後特地從台東打車 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整個下午來太北 參加玩活動 他又嘟嘟嘟嘟 搭車回台東 開天的時間就這樣子沒了 只為了我分享過這個活動 然後希望來可以看見我 我真的還滿心疼的 因為 其實當下只是覺得說如果你住台北的話你要順便來一下可以 可是我沒有想到說我這樣子分享的一個東西 會讓這麼多的女生有動力去購買 或者是甚至自己親自來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覺得說那我們這些只要任何任何有一點點影響力的人 都更需要謹慎謹言盛行 做的任何行為推薦的任何東西都要更需要去把關 這也是給現在想要當創作者 想要當部落客的人的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模式 你要知道的是你今天說的話都有可能讓人家信以為真 所以不要害人 真的東西不好用你就不要推薦 你就真的就是推薦好的東西就好了嘛對不對 你就要把每一個人當作是你自己的親生妹妹 當作是你媽媽一樣 你今天推薦的東西是真的好用的 你媽媽買了你會覺得很高興 這個商品就是好商品 這個商品你再推薦它 而且你一定要先使有過 好就是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簡單的跟你們分享這些東西 然後呢也希望就是 不要輕易的把一個公眾人物 或者是 偶像明星 部落客也好 當作是偶像班來崇拜 因為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有發現某個明星 怎麼到後來跟自己想像中的不一樣 某個政治人物甚至是總統 怎麼做了某些事情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 怎麼跟我們當初想的不一樣 對因為 因為人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你今天看到的他 不見得是百分之百完整的他 他私底下還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不要輕易相信任何人 然後他說了什麼東西好用就去買 不要當腦粉 我們要有自己的思考判斷能力 我們要自己試用過好用再買 而且你要評估自己的 評估自己的那個收入啊經濟狀況 不要允許你再買不要七點粉米買個十個 夠用就好了 好用的就一直用 不好用我們再換就好了 不要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 好啦就是 就是跟你們簡單分享這些東西 好啦 嗯 有任何問題嗎 如果下次想跟我聊什麼 也都歡迎留言給我 我會看留言 然後其實我最近也很想跟你們分享 關於保養這件事 因為 我看了好多書哦 就是對於 肌膚的保養 其實是越少越好 哎呦 這講起來又很長 然後我們下次再 等我整理好 說法之後 我再告訴你們好了 就這樣囉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給我 然後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有不同的想法 也歡迎可以提出來哦 那我們下次聊什麼呢 也可以留言 好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